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郭麒麟扮演的秋水为首的少年 围绕友谊爱情发生的一系列青春趣事 将18岁的纯净率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从提前播放的正片来看 郭麒麟孙伟豪全程演技在线 既有满满的少年感又有丰富细腻的微表情 谈起角色 郭麒麟自信表示自己这一次算是本色出演 秋水就是一个温骚的文艺青年 这个和我个人也比较相似 有个关键词啊 闷骚 这词这不是个典译词 我现在看有点褒义了 有点褒义 比较内向 然后内心还比较狂野 就是一度的话呀 不敢说 说不出来 但又想说 对 想说又不敢说 那个劲儿真让人难受 你难没胜 85%吧 老实告诉我85以上算优秀 新剧竟然是围绕几个少年18岁的情色初恋而展开 因此在点音会上 郭麒麟一聊到自己的初恋也是意外打开了画匣子 没想到她的这段初恋故事竟非常的刻骨铭心哦 男生一般对自己的初恋都特别的刻骨铭心啊 诶 刻骨铭心 好多年前的事 最后很像岁数形 最后是09年 哦 09年十一的时候 十一的时候认识了她 后来产生就也没几个月 我们就到了台课 我们俩那会儿一地恋 一地恋 她表心 对 就是我们两个的学校大概隔了三交街 对 这个学校说的无所谓 都爱人 反正都在海淀 都在海淀 然后那会儿就光靠这个发短信的打电话呀 嗯 来维持互相的感情 后来大概也就是半年 大概半年我们俩十一月左右 然后说一块儿咱们尝试一下这个 这个谈一谈恋爱 好来我们俩分手那天印象特别深刻 是10年的521 哦 反正当时是她提出来的 哦 她提出来的 别赖我 别赖我 我小嘛那会儿这个 不知道这个姑娘特别需要陪伴 嗯 因为你只能 现在懂了 现在 要不现在没有呢 你知道吗 就是反正那会儿也顾不上 跟她这个打电话呀 发短信上 嗯 在学校没别的事儿 只能干这个 我能想起她来 一回家就沉浸在网络游戏的这个虚拟世界当中啊 现在想想这块儿挺傻的 这说到恋爱问题 郭麒麟也是耿直播上线 在采访时更是大方爆料 爸爸郭德纲已经开始催婚了 小编想说这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呀 对 她就是这样 就是我小的时候 她就限制不让谈 嗯 等到18岁的时候 仿佛突然一下冲破了枷锁 18岁第二天她就开始催我 得交女朋友啊 22岁刚过生日 赶紧得结婚啊 就得要孩子呀 天哪你爸那么着急啊 22岁就开始着急了吗 着急啊 因为他是23岁有的我 他比较着急 他希望我能够是吧 跟他一样 我说我爸也是比较开明 他嘴上这么说 他催归催 他不会强制的来 你今天跟我去见一个什么什么 就是安排那种相亲什么的是吧 给你 被我被我眼里制止了 被我制止了 是有这个想法 我说爸爸不能这个样子 对 后来就看一看我这个也是挺坚持的 后来就作罢 恋爱暂时不考虑 郭其林表示目前还是要以事业为重 表演上既然还算得心应手 未来可以在戏剧上多一点尝试哦 一直以来 郭其林就以爸爸郭德纲为榜样 采访中他也特别提到 爸爸耐得住寂寞的境界 很值得他学习 他现在就最激励我 而且我现在还没有达到他那样的境界的 就很简单一句话 就是耐得住寂寞 尤其干这行一定得耐得住寂寞 在创作的时候啊 在表演的时候啊 各方各面的 必须得忍受这些个寂寞 你才能够在 在表演的时候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些个能力 这个很重要 向他学习 我现在还有点耐不住寂寞 三天没事就抓二脑塞的 期待郭其林 未来可以带给我们更多好作品 杭州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